我們接下來要看這個導引線的動畫 導引線的動畫要注意一下 它是以什麼為基礎的 以剛剛的那個移動補件動畫為基礎的 有就是說你這個移動補件動畫才能夠做這個導引線動畫 導引線動畫 你用行動補件動畫是不能做導引線動畫的 要留意一下 好 那我們一樣這個都沒有問題 導引線它必須是連續的線段 記得啊 站點 連續的線段 連續的線段 而且它有尺點跟封點 你看補件動畫中間又要一段補件動畫 要一段補件動畫 好 那你這樣看有時候可能不算了解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看下面的歷史你就會比較清楚 你看這個飛機有沒有飛一個路線 你覺得呢 有沒有飛一個路線 應該不是直直的啦 對不對 那你想看這個像我們剛剛開門的方法 欸 有還有幾個關鍵的才可以讓它變彎彎的嘛 有沒有 那這樣不是就要很被關鍵的了嗎 就比較麻煩 那你再往下看一個範例 這個 不過 常常現在不是吃飯時間 不過現在是點心時間 它這樣彎彎下來 有沒有 要有一個這樣子 那你倒不會用多少關鍵的坦克去喊成這樣路線 是不是就不方便 所以 我們要道具它 拿彎彎 我有一條線 你就跟著這條線動就好 所以 這個時候呢 我只要兩個關鍵的就可以完成 這樣你來解一下 什麼叫白影線動畫 那麼 那麼 現在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看看這個 那 我們宣傳飛機來 好了 飛機 飛機 白影線 又拿到你 一樣叫LEPEN3 有沒有一個叫白影線動畫 看來 這個已經不要了 白影線動畫 打開 好 我們宣傳這個 這個Avapelone就是當那條飛機 好 我們來試看看 我們傳這個原始檔 把它打開 好 現在飛機就在這裡 一機而已 對不對 好 飛機的單位 好 一機按 好 OK 那怎麼做白影線動畫 你看 你在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個白影線 咦 各位有沒有一個印象 我們上次有用過白影線 有個土層不想輸出 有沒有 有個土層不想輸出 我就按右鍵把它變成白影線 它就變成狼頭 有 有一個印象 事實上白影線 那有兩種功用 一個就是當做白影的那條線 一個就是那個土層不輸出 為什麼 那個土層不用輸出 也要用白影線 因為 你看一下我們剛剛這個宣傳 你有沒有看到那條線 他們的印象 有沒有看到 他們的印象有沒有看到 能有嗎 印象不用輸出 你來舉一起來吧 印象不用輸出 是我們做的時候給我們看就好了 所以 在這邊你看 我按右鍵 就是增加 但是呢應該是增加白影線 印象白影線 這個的話是直接變參考土層 增加 有沒有多一個 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呢 那 射它 射這個白影線影響的土層 會往內縮 有沒有 看得很清楚 所以如果不叫 土層沒有縮進來的 表示這個土層 就不射這條白影線影響 那 射白影線影響的土層 可以不只一層 你說兩層可以三層 都沒有關係 那只是說原則上 基本上都是一對一 比較多 就很清楚 好 那麼我們來看看白影線 白影線呢 你現在來注意一下 我們的右手邊這個工具 請問有哪幾個是屬於畫線的工具 你記不記得我們剛剛有講過 這裡有兩個不一樣 一個叫做線條 一個叫田線 對不對 那麼你看一下我們這邊 右手邊的工具 這幾個 哪一個是可以畫出線的 嗯 這個很明顯 對不對 還有哪一個 請問這一支跟這一支應該是哪一支 哪一支 哪一支 才能夠畫出線 上面這支圈筆才是 你看這個叫筆紗 筆紗畫出來是甜色 所以你們要試一下 一定只有線站 所以我剛剛特別講到一個 只有線站 常都打影線 常都打影線 這很重要 還有一支 就是這支 你們不想用的那支 因為當筆 我們剛剛有沒有問過背肢曲線 因為當筆就是畫背肢曲線的 它畫出來也是線 這個一定要先分清楚 你才不會用錯 好 那麼 我們來看看 你看 我先用 因為以後郭海要用到當筆 所以我們稍微用一下 當筆工具實際上很簡單 它只要往轉型型 一個是直線 直線 直線最簡單 就是點一下放開 點一下就放開 所以你看如果是直線 你看呢 高低下 高低下 有沒有這條線 點一下這條線 但是呢 我們常常會用背肢曲線 用在哪 用到曲線 所以曲線的話 就不是點一下就放開 比如說我的曲線叫做 我可以點一下放開 可是如果我在這邊要央區的 所以你按住之後 不要放開 所以 有沒有那個 敲敲板 爬下了 按住之後 讓它上拍 先拖曳 先決定把你這邊的曲度 有沒有 先決定把右邊的那一邊 上拍之後 再來決定另外一個 但是要注意一下 這兩條 並不是真正的線 真正畫出來之後 你現在看到這一條 你知道解決是什麼嗎 這兩條敲敲板 只是決定它的弧度而已 它並不是真正畫出那條線 所以剛開始同學會比較多虎娘 實際上那兩條是線 然後就開始擔心它 那 你看我這樣太好 你看我再看下面這一條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這一條只是什麼 倉台 像這樣子 那我真正畫出來才是這一條線 這樣你清楚了嗎 所以 飛機 你也可以這樣要這樣飛 沒有關係 那麼 我現在這一條線太好了 我就來這邊 好 假如我讓它飛30折 飛機要飛到它對不對 所以要怎麼樣 就是擦入乾淨你的 請問你線有沒有飛到它 線有沒有飛到它 但是它要出線才能擺引它 所以你在這邊要出線就好 就擦入你的 所以我一直在公圖傳諾說 你不要那麼浪費 每一個都擦入乾淨你的 因為你擦入乾淨你的 越多 有時候你要擦有時候越難擦 真正有需要的地方再交 那 這樣也才會比較適合我們勤儉持家的風格 對不對 因為你的飛機才是小 好 好 那我現在這個動畫做得好了 你看呢 不是做好的 線太好了 好 線太好了 那飛機要動的話你看 第一個 你就要把飛機吸到這個線上 有沒有發現 你 建立你在拉斷的時候 就是先把短影線 把這短影線已經確定好了 就把它鎖小 比較不會不小心弄到 好 那我現在呢要拉飛機 你看呢 拉飛機的時候 我通常都到中心點 你看 有沒有 它會有一個吸進去的感覺 有沒有 有沒有 有看到了 吸進去的感覺 就是它會有一個圓圈圈 有沒有 吸到了 這樣它才會在這個線上面 如果你有做動畫 可是你的起點跟中點 沒有吸在這一條線的上面 好 飛機不真的一定要在起點或中點 但是你一定要吸在這個線的上面 這樣了解嗎 你如果沒有吸在上面 它就會理你 它就會做它自己的動畫而已 好 你看喔 你看我在地 三十格 好 這裡有一個飛機到這邊來 這樣可以嗎 所以中間我要做一個動畫 要做哪一個 是殘忍補肩動畫 你看這樣它有沒有 兩個關鍵軸 它是不是在繞著它飛的 可是今天這個你不要在這裡 你說我要飛到這裡來 一個 一個 一百千個 難不離你 這樣沒什麼意思 所以你要吸到那個線上 那吸到線上不代表說 你一定要吸到這一點 或者吸到這裡 比如說只要走到這裡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 你看這樣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清楚 什麼叫白影線動畫 好 所以給你先 等一下 先了解一下 放了單元之後 等一下我們要做其他的 下去呢 看到團體有一些問題 我順便在這邊跟 說明一下 第一個呢 就是說你在畫這個線的時候 邀明你畫錯了 我現在把這個 邀明你畫錯了 你可以用這個機桿 這是一種方法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 你可以用這個不夠 你可以再增加 你可以用這個工具 有沒有 方比工具 你在最後的點要先點一下 它就知道我要從這裡開始接 這樣了解嗎 好 那你就可以再繼續把你的路線畫下去 好 那如果你有錯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 比如發現這個點有錯 點到它就按Delete 有沒有 那點都拿掉了 就是用這個白色的箭頭 白色的箭頭 那再來呢 剛剛同學的路徑呢 有一個有問題的 是 你如果 很アサディ的 就這樣 還OK 可是呢 後來的是什麼 有些人會這樣 有沒有相信路徑有疊在一起 疊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沒有辦法分出來 到底 在這邊的時候 我要走哪一邊 這樣清楚嗎 所以如果你的路徑是這樣子的 它就不會成功 它就直接穿過去了 就直接穿過去了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